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红武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 国军将领杜宇明 杜宇明在龚德林接受改造 他对忠孝仁义有了新的解释 杜宇明在政府的帮助下 已经和他在海外乔居的妻子曹秀卿 取得了通信联系 这是杜宇明被俘改造以来最大的安慰 他曾经对文强说 说老兄你看过京剧原本斩子那书戏没有 交赞孟良大骂杨六郎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我原来认为自己战败被俘 密死不得 有副校长不成功变成人的教导 我虽然为此 但也日夜难安生不如死 你是深知我这种心态的 这次大击中后初次见面 我仍然抱着必死之念 可是集体学习半年多来 对于中之死的念头已经打破 我不但不求一死一报 反而要活得更有意义 于是我对焦梦大骂杨六郎的话语 有了新的体会 我不能为一人之死而于中 为一性之死而尽孝 人也一也 也必须如此来区别 对待中坚贤宁也必须如此来区别 扩而言之 中国共产党为公为人民 无处不是大公无私 无处不是代表了90%以上的人民利益 之所以人心维护者在此 其必然成功者也在此 我想到的只要戴罪图公 真正脱胎换骨 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其中才是为人民的大忠 其孝才是为人民的大孝 其人也是为人民的大人 其意也就是为人民的大义 杜卫明不止一次的对文强谈道 说我现在正在清洗 我对共产党怀恨和仇视的心 反过来要建立对共产党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 我被俘之后 以缘报德已经到了顽固不化 第一 我被俘之后自杀不死 又在重病中 共产党始终对我优待 不惜医药抢救我的生命 人道主义的照顾无微不至 可是七八年来 我怀疑共产党 是在我身上耍手段 用软化政策 我通过参观学习 辩问了由全国各地 集中到北京的战法 这才彻底了解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的 既不是耍手段 也不是对我独厚 我近日了解到 共产党对待日本战俘 美国战俘 印度战俘 莫不如此 第二 我从集体学习 自我阅读书报中 体验出了一个思想改造上的根本问题 改造战争罪犯 是属于改造整个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改造思想并不意味着消灭肉体 而是要改造 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敌视社会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的思想 毛主曲说过 社会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的改造 我对这句话出读的时候不测高深 细读之后 才与自己的清洗怀恨仇视的心理联系起来 总的来说 我要将我的坏思想暴露出来 然后才能彻底的清除掉 在战犯大集中之后 杜宇明编入第一学习组 同组的有宋熙莲 康泽 陈长杰 邱行香 杨伯涛 廖小香 陈琳达等人 杜宇明的特点是 凡是他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或者考虑尚不成熟的问题 他绝对不会在组内学习的时候提出 同组的人 除了廖小香 陈琳达两人之外 杜宇明一般是守口如平 半句话也不肯露出来 不过他很喜欢找文强 那么文强在第三组 两个人在一起聊天 文强记得有一次 杜宇明向他提出了两个 思想不通 而又期待解决的问题 杜宇明说 第一个问题是 组内多数人的发言中 痛骂蒋介石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 也就等于根本没有抗日 我对这种魅良心 不顾事实的说法 思想不通 绝对的不能随声附和 甘坐硬生虫 第二个问题是 读了曾经做过 天津市社会局长的胡孟华 所写的一篇强暴稿 他说汪精卫 是亲日卖国的大汉奸 蒋介石同样是亲美卖国的大汉奸 汪奸 同流合污 一秋之鹤 是在演双簧 这样的论调 是将秦桧和岳飞相提并论 是非不分 我的思想不通 而且气愤 为何像这样的强暴 公然会贴出来 接着杜宇明就说 我并不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论调 我对这样的论调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 指出了蒋介石 三次反共高潮 铁班的事实 再理服人 原来思想不通的 已经通了 但是我认为 根本上否定抗日 这是不对的 试问上海813抗战 血战了三个月 我军伤亡近百万之重 日军伤亡数字也很大 迫使其逐次增兵 三次撤换大将 赶天地而弃鬼神 浴血骨战 中外皆知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台日庄大捷 连毛泽东著作中 也是称赞 谁能否定的调 我亲自在昆仑关 消灭了日寇 一个旅团的大捷 这也是中外皆知的 这是事实 怎么能否定呢 当时在一侧的廖小香 也说 您博得很有理 事实就是如此 我认为谁说出 根本否定抗日两个字 就是闭着眼睛胡说 对门在学习过程中 有他自己的思考 他经常自称自己 是一个坐井观天的蛙 他在具体行动上的 一个最大改变 就是对劳动的重视 和积极的参与 他曾经主动修好了 战犯管理所 用来喷洒药物的 两具喷污器 后来当他听说 战犯管理所 要到市场上去采购托把 杜卫明为了节约这笔开支 就向领导上建议 说缝纫使有一堆 边缴布料不用 是扎托把的好材料 废物利用 还可以为公家 节约一笔开支 而他愿意承担 扎托把的任务 就这样 在上级批准之后 杜卫明一共扎了 30多个托把 当管理所成立缝纫使的时候 杜卫明又是第一个 报名参加机工班的 并且带领参加的学员 提前两个月 就做好了 战犯管理所 需要的全部的东一 杜卫明在战犯管理所 他的威望很高 这并不是因为 他原来的关节高 而是因为杜卫明 他说到做到 他曾经和思想改造中的 其他的战犯说 要真正的改造好思想 首先要从生活方式改起 要改的 像工农兵的生活标准看齐 他的这种言论 刚开始是遭到了 一部分战犯的反驳 认为他是在唱高调 是在哗众取宠 说的好听 结果没想到 在农场劳动 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任何对他不满反驳的人 无不是口服心服 因为杜卫明 他就说到做到 表现在劳动上 他不怕脏 不怕臭 不怕累 一点官僚的架子也没有 当时在烟山头 要挖坑 这是一项 矫重的体力劳动 杜卫明本来身体不好 所以领导上 是要免除他 上山挖坑的任务 可是他自告奋勇 争取非要干不可 在他的一再请求下 照顾到 他的积极性的发挥 这样他试着去干 结果杜卫明表现的 他挖坑的速度 只比被大家公认为 特等劳动力的秋行相伴 杜卫明挖得快 效率还高 这让其他人 对他的这股 冲天的干劲 佩服得五体同地 杜卫明未忘高的 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助人为乐 王灵机岁数比较大 而且高度近视眼 而且原来一直养尊处优 所以他不会自己刮胡子 自己动手刮的时候 刮的是满脸都是伤 还刮不干净 杜卫明 看到王灵机这种情况 就主动的为他刮胡子 除了审罪帮忙刮过几次以外 其余基本上都是由杜卫明包办 那么在战犯中 还有一位两广监察使 刑森周 他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年岁最高 资历最老 同时呢 也是高度近视 行动不便 经常要人搀扶 杜卫明对他特别的关心 从厕所到寝室 以及每天的放风散步 人家都叫杜卫明 是行森周的拐杖 杜卫明从来不嫌麻烦 那么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杜卫明为人的操守 是很有教养 而且严肃不苟 那么因为杜卫明积极改造 进步显著 因此在1959年12月40上午 中央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 对战犯特赦大会上 隆重宣布 首批特赦人员30名 其中就包括杜卫明 1961年2月 杜卫明被任命为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专员 在他被特赦之后 多次受到周恩来 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9年12月13日 周恩来陈毅等 接见了杜卫明的人员 当时杜卫明对周恩来说 学生对不起老师 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 走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 真是有负于老师的教导 对不起老师 周恩来说 这不能怪你们学生 是老师没有教好 杜卫明转而对陈毅说 我在淮海战场 刚刚被俘的时候 老总要见见我 我当时抱着 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 反动立场聚不见面 确实是横顾透顶 应该最佳一等 陈毅笑着说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1960年5月 周恩来陈毅 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英国陆军元帅 蒙哥瓦利 邀请杜卫明坐陪 周恩来向客人介绍杜卫明 说这位是杜卫明将军 蒙哥瓦利就问 说杜将军 你的百万大军 到哪里去了 杜卫明指的 对面的陈毅说 都送给他了 蒙哥瓦利又问 一个也不剩吗 杜卫明指指自己 说就剩下我一个 杜卫明在担任 文史专员之后 非常珍惜这种工作机会 因此特别努力 他积极地撰写文史资料 力求忠实地 把过去经历的事情 记录下来 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 1961年 他写了 辽沈战役概述 华海战役史末几篇 1962年 他又着手 写他任 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 先后在文史资料选集上发表 杜卫明等任政协文史专员之后 张志忠 邵立子这两位黄埔老师 特地邀约 杜卫明等人 及有关人士 在和平宾馆欢聚 以示庆贺 张志忠 邵立子两人 亲切地慰问了杜卫明等人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可以向他们俩提出来 能解决的就帮助解决 不能解决的可以代为反应 还勉励杜卫明等人 努力工作 为国效力 并且跟他们说 你们当中丧失配偶的 可以重新组织家庭 家属在大陆的 将由统战部和政协领导建议 把家属户口签入北京 以和家团聚 杜卫明受到很大的鼓舞 积极地和在美国的妻子 曹秀卿通信 促他早日回大陆团聚 1963年6月3日 杜卫明在北京机场 欢迎到了 从美国酒胖而归的妻子 曹秀卿 两个人喜滋滋地 走进了布置一新的家 在分别15年之后 重新相聚 1966年6月 文革开始 政协机关后院大殿内 贴满了大字报 其中对文史资料选集中的 一些史料和观点 进行了指明道姓的批判 杜卫明对于涉及自己的部分 很认真地去看 有时还抄了下来 外面的造反派在政协大门上贴上了传单 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 提出要扣发民主人士的工资赶出北京 政协职工没有照办 只是让这些文史专员们参加打扫卫生等劳动 扣发工资30% 当时外卫已经开始乱揪乱斗 气氛十分紧张 杜亦明和宋西连 郑亭吉两个人原来同住医院 每天到机关上班 都是结伴而行 以便互相照顾 如果发生意外 也有人可以同同报信 杜亦明对当时发生的一切 不能理解 但很震惊 他曾经对郑亭吉说 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 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1966年8月 红卫兵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 政协领导为了使得这些专员们 不至于被卷入 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班 在家里自行组织学习班 当天晚上 杜亦明和同院的宋西连 唐生明 郑亭吉研究 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 家属一律参加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 学习半天 四个人轮流主持 还决定在院内 及大门口的墙上 书写毛泽西语录和标语 这件事情全由杜亦明一手操办 他有红油漆 以仿红体 公公整整的书写 但也没有能够挡住红卫兵 到院里来破四旧 开始的时候 是北京各中学 和大专院校的学生 鸡尘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 他们把杜亦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集 照相机 电动缝纳机都拿走了 还把杜亦明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 曹小青当时急了 哭着说 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不能丢 那些红卫兵终于发了善心 骨灰盒才幸免于难 最使杜亦明难过的是 1960年 黄埔师生和周恩来 在颐和园 珍贵刘颖被拿走 他惦念了很久 红卫兵还贴了一张大字报 对这个院子提出了三条乐令 一自动减少工资 二不准请保姆 三打扫胡同的卫生 杜亦明召集大家研究 决定由宋熙连起稿 杜亦明抄写 回答了一张大字报 表示接受红卫兵的要求和批评意见 第二天中午 来了三个带着照相机的红卫兵 把杜亦明等人叫出去 让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 杜亦明始终没有弄清 这几个红卫兵是哪个单位的 照相有什么目的 以后每天早晨 天还没有亮 院里的人就出动 扫胡同 在这些日子里 杜亦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 整天都蹲在家里 他对文革很少发表议论 也不听外边传播的小道消息 只是看书学习 好像外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郑立即问过他今后怎么办 杜亦明总是说 要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 装来周总理知道了杜亦明等人的处境 当即只是政协领导 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 并且发还扣除的工资 十一国庆的时候 杜亦明宋西连又被请到天安门管理台上管理 在动乱的1966年 给予这种待遇 让杜亦明感到特别的温暖和珍贵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个告示 说此院内已经检查 以后不要再来迫私救 果然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 1969年秋 政协又将杜亦明等人召回机关 恢复上班 杜亦明这才了解到 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 是按照周恩来的批示办 1969年10月28日夜里 大批红卫兵和公安干警 到唐生明家里抄家 唐生明和他的妻子徐来都被押走了 杜亦明宋西连正廷吉三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都各自紧闭大门蹲在家里 偷偷地从窗户窥探 10月6日 沈罪康泽同样被带走 12日董一三被带走 这件事使杜亦明等人又紧张起来 政廷吉当时问杜亦明 你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看法 杜亦明还是说 党的政策不会变 不会把所有特赦人员都押回监狱 文革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 全国兴起外调之风 政协机关也成立了 接待外地来京调查人员的机构 找杜亦明调查材料的人特别多 外调人员有时候要排队等候 杜亦明深深感到 提供材料关系到被调查人的生死存亡 这是一桩极为严肃的大事 因此无论是和来人面谈 或者书面答复 都是再三考虑 做到实事求是 有时他记不起当时的情况 就请有关朋友帮助回忆 实在不知道的 他也介绍线索 让来访者能够继续地进行调查 1975年3月19日宣布特赦全国最后一批战犯 杜亦明到前门饭店访问这最后一批中的文强 黄伟等人 当时杜亦明穿得很朴素 小心翼翼地与这些人谈话 一看就知道思想上是有顾虑的 那么这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因为在文革中又熬过了十年 所以对外部的真实情况 给予有所正确的了解 所以就对杜亦明东问西问 但杜亦明总是不予有所相告 这是他非常谨慎的态度 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文强又见到杜亦明 就谈到了当年 他在前门饭店访问他们的时候 不敢谈的问题 杜亦明说 我对文化大革命最初并不理解 作为一场大革命运动 我唯一的想法 是坚决地要求自己 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如不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就过不了改造世界观的观 后来眼看着 敬爱的刘少吉主席被打倒了 许多党政军的高级负责人 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几乎被一扫而光 扣上的大帽子是走资派 这是令我不解 可又不敢说 爱国人士几乎都成了臭老酒 哀皮哀豆难以姓名 我感到这样反常 不尽情理的革命 我是由经营而报否定的态度 我安慰我的妻子 要她无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都必须相信中国共产党到底 这样否定一切 打倒一切 黑白颠倒 是非不分的局面 绝不会长久的 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 扫清少数野心家 所造成的污浊 林彪江青集团的自取灭亡 我算是看对了 这也是我坚信 中国共产党既能改造好旧中国 必将能够建设好一个 现代化的新中国 1980年11月 杜玉明还接受邀请 到历史博物馆李唐 旁听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大会 在听完审判大会之后 杜玉明说 尽管起诉书 是具体的控告 林江反革命集团 篡党夺权的种种罪行 还不算是全面的做出结论 但是他坚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定会引以为鉴 进一步做出 拨乱反正的结论 1978年的时候 杜玉明当选为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员 1980年 他发表了 纪念228 纪与台有一文 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 老同事 老朋友们 为了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贡献力量 1981年5月7日 杜玉明因为患肾衰竭 在北京逝世 享年77岁 在预嘱中 杜玉明仍然不忘统一大业 除复其妻子 率其子女 为祖国的现代化 继续做出贡献 在预嘱中 他写道 盼在台湾之同学 亲友 同胞们 以民族大义为重 早日促成 和平统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